台湾选手征战2020东京奥运 发挥坚强实力 获二金二赢六同 共拿下十二面奖牌 创中华队史上最佳成绩 为国争光的荣耀背后 使常年的泪水与汗水堆砌而成 除了自身的毅力与家人支持 在这次奥运 也看见台湾许多金融业 默默支持选手们完成梦想 我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 项目的奥运选手 都是我们赞助的 富邦金长期支持体育 在2015年起赞助高球一哥潘正从 及举重好手郭幸存 今年3月起赞助柔道好手杨勇伟 三位选手包办金银铜牌 合库银行旗下有羽球捉球及棒球队 队员包括戴姿颖周天成王子维 和庄志渊陈建安林云如与正宜静等 拿下金牌的王麒麟李扬 则是土银羽球队成员 举重铜牌的陈文慧 是义营举重队成员 华南金控则常年赞助安马王子李志凯 美国的很多职业运动都透过推出这个NFT 来跟这个粉丝们加深跟粉丝的连结 所以我们也在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说 除了实体的商品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跟这些选手合作 考虑来做这个NFT 台湾好手东京奥运夺排成功 赞助厂商纷纷推出限量周边雨优惠 尤其林阳派话题性高 不仅土银将发行认同卡 相关图样也被运用在悠游卡上 掀起收集风潮 也分享台湾体育荣耀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晶晶台湾台北报导